翻新这个案子啊 总算来道歉了 这是在台北的一个深藏加油站呢 有位女子开着车到这边洗车 那么员工在擦车的时候 不小心在车门内侧 刮出了一个像米粒一般大小的洞 非常非常小 其实要认真的看才看得到 没想到这位女驾驶当场要求赔偿 将近两万元的一个全新的车门 整体事件被加油站的员工 员工po上网之后 网友说太过分 麻烦了 后来车主被查出了 是一位元大证券的主管夫人 昨天下午夫妇两人 在到了店家 向店家道歉 而且现在说不用赔了 汽车厂费力又单调的工作 却是许多身心障碍者赖以为生的投入 但也因为工作单纯遇上纠纷 难道就该给人祈福 这米粒大的刮痕不提还看不太出来 汽车厂员工日前因为开车门 不小心刮到郭姓女顾客车门 虽然她立刻道歉 但女顾客当下赤贺 还说连同车门更换和代步车费用 一共要花费两万多块损失 要店家赔偿 事件爆发后被po上网络 网友直说是欺负人 事主才终于让步 据她的说法是性质比较急 待她表达对我们早上提到 这个小陈的这一位 我们的身上员工 表示歉意 虽然到了歉 但郭姓女子并没有出面 外传她是元大证券主管夫人 开的是公司代步车 公司证实确有此事 建议他们既然是误解一场的话 而且也没有那么高的赔偿金额 赶快去跟人家道个歉 道歉由公司要求出面 赔偿最后由保险理赔 事情虽然圆满解决 但官夫人可能不知道 真的要凑两万多块 他们得洗多少车才赚得到